近日,小鹏惠天的飞行汽车旅航者X2在迪拜完成了一次飞行展示 这也是小鹏这款飞行汽车的海外首飞 小鹏这次选的地点相当巧妙 是迪拜的飞行圣地跳伞运动中心SkyDef Dubai 这里不光有优质的空域条件 本身还因为跳伞运动文明事件 可以说自带流量 X2的这次飞行也引来了非常多的观众驻足 迪拜民航局工作人员更是静待了 他们都在第一时间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魅力 众多迪拜土豪更是询问价格后直接要订购此款飞行汽车 毕竟在迪拜土豪眼里 这就是他们的新款玩具 因为他们看到喜欢的物品是不会跟你讲价的 他们会直接买回去把玩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飞行汽车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 但小鹏惠天已经宣布 首款飞行汽车将于2024年量产交付 小鹏惠天作为一家造车新势力 杀入到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 而且出手就是王炸 小鹏惠天究竟想做什么呢 让我们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2013年 小鹏就成立了惠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始进行低空出行探索 当时已经定下方向 要走在人飞行的道路 致力于为个人用户打造飞行汽车 而这些思路迄今仍在引领该领域的发展 2016年 小鹏惠天的飞行汽车原型机正式开启测试飞行 尝试让汽车第一次离开地面 2018年 小鹏惠天的飞行汽车原型机成功实现载人首飞 就在这一年 小鹏惠天累计飞行了1500余架次 开始真正探索低空飞行的各种痛点与难点 2019年 小鹏惠天推出了第三代飞行汽车旅航者T1 成功获得IDEA、IF、红点奖等国际设计大奖 创始人赵德利更是获得了中国单兵飞行第一名的称号 可以说卖出了飞行汽车商品的第一步 2020年 第四代飞行汽车旅航者X1是非成功 它的双人版验证机累计飞行了1万余架次 已经非常接近成熟产品 再就是这次在迪拜展示的第五代产品旅航者X2了 它不仅融合了第四代产品旅航者X1的核心技术 还在外观设计、搭载人数、有效载重、飞控系统等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首次采用了封闭式座舱 支持手动驾驶和自动驾驶两种模式 可以在1000米以下飞行 最大飞行时速130公里每小时 飞行续航时间为达35分钟 完全可以满足城市内的短途出行需求 而即将在2024年量产交付的第六代飞行汽车 小鹏惠天更是做了完整化的定义 它具备智能电动汽车的基本属性 尺寸与一般的汽车无异 可以在开放道路自由行驶 同时它的路空一体构型设计也极具创新性 通过折叠变形系统可以瞬间切换为飞行模式 实现垂直起降 甚至非常容易上手 小鹏惠天也给出了它的出行定义 那就是10%左右的时间在天上飞 90%左右的时间在路上开 但随着技术的发展 续航时间和里程会持续增加 飞行汽车的应用场景也会发生变化 最终可能会有90%以上的时间在天上飞 只有10%左右的时间在地面上移动 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依然叫飞行汽车 或许应该叫路上飞机 之所以选择飞行汽车这个赛道 其实依然还是典型的小鹏风格 这家公司自诞生开始 追求的就是第一性原理 就像小鹏不选择时下流行的 增城市电动赛道一样 既然认定纯电是未来 那就努力往这个方向奔跑 在小鹏的规划中 未来的城市交通革命包含三个方向 首先是能源变革 即新能源汽车会取代燃油车 纯电动最终还会淘汰混动 因为更加环保节能 然后是智能变革 人工交互与智能驾驶会取代物理驾驶 前两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 小鹏P7已经成为同级别销量最高的纯电动轿车 小鹏建立起了国内最多的自营充电站 并导入了最强的480KW超充 在智能驾驶领域 小鹏的测试车型在闹市区自动行驶49分钟 只需要人工接管一次 在技术层面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而飞行汽车 其实正是小鹏关于未来出行的思考 未来的出行将不再是二维的 而是在城市上空的三维立体出行 这样才能最大化利用交通资源 小鹏惠天的飞行汽车 可以在路行状态和飞行状态间自由切换 它可以超低空飞行 同时还能与新一代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结合 让出行的空间大大拓展 它还可以垂直起降 在特定状态下为拥堵的城市交通减负 更重要的是 小鹏第一次将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商用化的产品来开发 目前国际上的同类产品 完成度远不及小鹏惠天 但价格基本都在数百万美元 只是作为少数超级富豪们的玩物 并没有朝着规模量产和销售的方向推进 而小鹏2024年量产飞行汽车的目标 则是将产品做到100万这个量级 后续还会根据研发布局进一步降低成本 这也就意味着飞行汽车将第一次具备商用化的可能 作为一家研发人员 硕博比例超过50%的科技公司 对于小鹏惠天来说 最难的部分还不是技术本身 而且在一块完全空白领域的探索 做面向个人用户的飞行汽车 可以说全球独一份 没有国家和行业标准 没有对标的竞品 也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可以借鉴 甚至即将在2024年量产的第六代产品 也完全没有可学习的模板 未知的才是最难的 需要高放电倍率 高能量密度的动力电池 需要有高功率密度且稳定的电机技术 还要结合气动技术 轻量化技术 以及空中自动驾驶技术等等 这些都需要小鹏惠天去攻克 更重要的是 我国飞行汽车市场的相关政策法规 也还可以建立起来 飞行汽车的运行规则 试行审定依据这些 都还没有现存的专门法规适用 而小鹏惠天要做的 还要同步推动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 像现在正在编撰的中国 电动多悬翼载人飞行器试行标准 很多就套用了小鹏惠天的技术积累 小鹏惠天也在与民航局 工信部等相关部门探讨 根据理想化产品的最终构型 去推进试行驾行式工作 探索者往往是最孤独的 因为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 已经成熟的用户群体 而是要从无道友 培育出一块全新的市场 并给这个市场制定足够合理的规则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不能建立核心技术互成核 那最终产业成熟起来之后 技术就会成为最大的痛点 从发动机变速箱到芯片光刻机 我们已经吃到了足够的教训 小鹏惠天技术探索的意义 远远不止X2在迪拜经验是非这么简单 它意味着在汽车飞行这一未来赛道上 中国企业已经走到了老外的前面 我们开始尝试着定力标准 规定这个行业的玩法 空中出行也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还是需要更多像小鹏这样靠谱的企业和产品来助力 而小鹏惠天也在呼吁关于飞行汽车行业相关政策和标准 能尽快落地 好让飞行汽车真正走进大众的视野 那么你看好飞行汽车这个新领域吗 欢迎各位观众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ok 五 f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